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一瓶墨都写干了 怎么还没抄完 你说 那桌子根本不是你偷的 为什么那个丫鬟 无缘无故地要陷害你啊 难道是因为我 苏若梅会不会是看着 我跟小师傅走得太近了 所以指使她的丫鬟搞事情 这也讲不通啊 他们怎么会知道 那个珠子的事 还有 那个玉佩怎么又出现了 本王替母后来试茶 小豆子 快醒醒 皇后来试茶了 小豆子 小豆子 怎么拍了个男人呢 还要有型啊 我给你带了两个软垫 去那边休息吧 好 吃点东西吧 把筷子拿过来 是 吃点东西吧 奴才告退 我不想吃 是 是你回眸的青红 定格尘世的微风 你轻声 叫醒我微弯的梦 恰过情话 难写 与你宿命的相逢 冥冥中陪你奔赴这一程 要做得出 诱冥 傅 诱冥中陪你 原来 这条小小小小小的 帮助你 把